以前的台湾更美 台湾的历史可以在历史课本及史料中一览无遗 但当时的街道 建筑等 早已随着改建而不复存在 索性仍有人将这些珍贵的景象给透过照片保存了下来 日本的摄影师图景九郎 在1979年时曾搭船来到高雄港 他所分享的台湾街景造势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 但是对于长辈来说那正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回忆 今年65岁的日籍摄影师图景九郎 近30年前第一次搭船来到高雄 随后又陆续造访台北 基隆等地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随手拍下照片记录 保存了早期台湾的复古风情 以前非常流行大家拿着小板凳在巷子里看布袋戏 早期台湾就非常流行骑机车 只是当时最流行的是打党车 例如尾诗牌等 而且从照片中也看得出来 大家都还没有戴安全帽 现在肯定看不到这种景象了 骑士区戴安全帽的法律是从1996年才有的哦 另外他也捕捉到了新婚夫妻在外伴桌举行婚礼的模样 跟现代人习惯在餐厅或饭店举行婚宴不同 早期几乎都是外汇伴桌的形式 1984年的台南古鸡消市结效仿 与现代的比对后虽然没有太多差异 但是少了老爷爷的摊贩跟路过的小男孩后好像就少了点感觉 有名的台南小吃已开业60年的小度意念是观光客必吃的美食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变的美味与店只见证了许多在地人的青春年华呢 当时火车是跨县市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光华号是自强号开行之前的最快速车种 车厢里没有冷气 只有电扇 而且车厢里还可以抽烟 大家或许还记得 以前台湾早期的电影院海报都是手绘拼天型海报 现在全手绘海报全台仅剩一家戏院才有了 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 以前的计程车还没有统一成黄色 当时只能靠计程车顶上的黄色小招牌才能辨别 另外店家的招牌书写顺序也与现在不一样了 街楼庙口的这间米粉汤现在还在 但是招牌上的每碗一元的物价早已不负在了 这张照片一定能唤起很多长辈年轻时谈恋爱的回忆 在手机还没被发明出来的年代 大家都是用公共电话弹琴说爱的啊 不仅九郎四十年前来到台湾拍摄许多照片 他记录的不只是台湾的街景 也替台湾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这些照片上传到脸书上后 让很多老一辈的台湾朋友们都非常感谢 透过他的照片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代一样 分享出去让大家都看看我们出生前的台湾吧